太多博士介绍在成都地区日式城里 住着太阳一部和月亮一部 并在日泉时那天会举办地点 一见到一部的计划行 小春雨一部就显得格外兴奋 于是与二人组一同前往 刚到城门前 一步一下就感应到了 远方了太阳一部和月亮一部 他的仰望之心就跑了过去 小春雨也摸不着星光 只能抛下二人组跟他上去 跟过来却碰到一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此人自身春日 好家伙 不仅长得像双胞胎 明智还带个春日 赶紧回去问问博士 是不是你过去闯下的祸 不过两人也十分吃惊 原来春日是先任城主的孙女 准备在日时机里继承城主主位 两人其实比虎交集 探望了两人互换了衣服 回去后居然连城主婆婆也认不出来 接着春日记上两只一部的故事 有次白天他摔倒了 第一只一部体现预知到了危险 及时拖住了他 便进化成了太阳一部 接着有天晚上 遇到了查治福 第二只一部急退保护他后 便进化成了月亮一部 两只一部分别在白天晚上 相互补足地守护着春日 故事讲完 春日便就会祭典做准备了 小春这次才发现 自己的衣服还没换过来 于是折灰 结果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 将小春给绑了起来 看来神秘人把他误认为是春日了 一部赶紧跑到二人组这边复旧 但小春找被神秘人绑到某个大叔里 小只小孩又怎么找得到呢 而一部急于保护小春 突然一下就感应到了小春的位置 把人给揪了起来 因此一番后才发现绑出了人 原来神秘人目的是要抢夺成祖之位 此时小春以二人组也赶到 接着两边进入了对战 太阳一部与月亮一部相互配合 打出一波精彩输出 而一部则发挥出他强大了模仿能力 一招反射币抵挡住了进攻 恰好日全世界开始了 在阳光与月亮能量的价值下 两只一部同时合击 直接将神秘人聚拜 原来神秘人叫夏月 是以前成祖弟弟月月的后代 月月曾经为抢夺成祖之位 却以失败告终 不过在婆婆与春日的教导下 夏月最终成人错误 并决定与春日 一起来自立日识程